最近是否被人闖入你家 因為我們還在裝修 所以有時後門是容易突破一點的 而且對方因為是鋼琴老師 所以保安沒有特別問題 因為他經常出入我們那裡 其實因為他是上一手的住客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鋼琴老師 而且是漂亮的 有見過 我不知道這個世界很不公道 一個漂亮的人是通行無阻的 好像我這樣 你有沒有馬上跟老師說 你想學琴嗎 沒有 我不在那裡 如果我在那裡我就會問他 你怎樣收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是自己在學琴 Hello 其實我是自己在學琴 一直一直在學 但沒有了 我很忠心 鋼琴老師很好 Aaron很好 鋼琴老師之後有沒有DM你跟他說不到意思 他沒有 他放了東西上網 所以在小紅書紅了 我都沒想過 原來我家屋 但他很有禮貌 我聽過工人姐姐說 工人姐姐在拆搬家的東西 他都說他進來都很有禮貌 而且因為他們 他們說英文 菲律賓人 他不懂分槍和槍 他以為是差不多 所以又沒有特別的回憶 這件事你是看到報道你才知道 我是看到網上的消息 然後我經理人截圖給我看 但我之後都有跟大廈說一下 因為幸好今次是鋼琴老師 但是始終現在有時大家都會見到 都會有些 盜竊 陌生人 我覺得都會影響我們的安全感 你會考慮去安裝攝影機嗎 或者是 其實整個大廈 所有每個角落都有攝影機 是的 你怕不怕你現在這件事不夠光之後 多了 多了國人寶師上去 是的 你怕不怕 都不會的 但的確他們是加了保安的人手 是的 還有都 我 但我們都明白 又沒有特別 我又覺得不是需要投訴 不過就跟他們說一聲有回感的事 還有我都覺得關我自己的家人事 我的工人姐姐 可能他們又開著門 是的 叫他們關門呢 不要罵她嗎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她 其實他們不太明白 哦 他們不太明白 她就說有個陌生女子來了 還有 因為我平時的同事都會出入我家 所以可能 是不是新同事呢 她又分不出 有沒有判斷 其實有人問士姊姐 有沒有求證是真是這個空 對 是XX 因為她小龍書有照片 有照片 有照片 然後我就再給 跟著紙姐姐說 她差點提供她的一個 伴侶 你那類伴侶 我那類伴侶 我那類伴侶 可能下面也是真漂亮 我在家裡都比較程思 但我都不會說 charging 即使有陌生人上來 因為有時都有一些師傅 有電工作師傅 但beyже會戴上口罩 想看你的中期報告,你的特種步兵的操練成怎樣 一天午餐 我現在早上六點起床 七點半做早肚 七點做早肚 八點多鐘就開始操練 同時要踩樓梯機 因為想踩到腳 我媽常說我香雞腳 因為小時候有踢球 但現在不知是否肌肉流失 所以幼了一點 我都是想線條均勻一點 不要說上身很大隻 下面就沒有什麼肌肉 好像踢球一樣 她的身形就好一點 但我自己想均勻一點 雖然我看上去都不是肥 或者很厚 但其實很多脂肪 你知道人去到四字頭都會有些東西積聚在周圍 所以就要消枝先 這個階段是最辛苦的 所以大家見到我削了整個人 因為跑 什麼都跑,跑山,跑平地 跑沙灘,跑沙灘原來是很辛苦的 但是她就說 你訓練個屁股好一點 穿褲也好一點 你問脂肪要去到多少 現在是標準 國際標準 根據我的身高來講 我的體脂率是相當之好的 但最困難是什麼 因為你之前說過教練 是這樣叫你吃好的 還是吃午餐困難一點 午餐不難 我現在去到哪裏都有個綠色的飯袋 就全部在這裡 吃蠔也困難一點 吃蠔也困難 早睡 因為肌肉是… 還有喝多點水 因為我們出來工作 其實有時候我不想經常去廁所 但一天要喝4L水 至少 還有粗腹肌 我覺得最辛苦是粗腳和粗腹肌是最難的 吃那麼多蠔每天會不會都… 我不是每天吃蠔 大哥 中得了開不了工 每天吃蠔 是啊 下不了床 不行 只不過 男性 吃蠔就補充某些身體需要的激素 說頭髮也多些 但我有那麼多美的食物在代言 我又不需要每天吃那些 你會不會再做 啊 可以說的嗎 你之前也有 你之前也有 你自己也有 寫了 寫了寫了 哦 是啊 應該是現在的手提電話 一些AI幫我鋪 10月 10月 就會有一個全新的形式 也是第二次駐場的表演 場數也多 是的 我也覺得 都開心 因為今次的歌單有很多歌都沒有唱過 還有一個 很多是別人的歌 就是天后的歌 都是 這樣 但是怎樣都是主力做了 所以我接下來下個禮拜去美加的tour 我們兩個禮拜 Face 4的地方 拉斯維加斯 三藩市 和 溫哥華 多倫多 沒有想著 留下 沒有 回來做事 但是我們中間會在美國錄音 是的 會有一個新的project 會在美國錄音 所以今次會帶著一些成品回來 是不是你的創作 不是 我自己的創作 在香港已經搞定了 在那邊 就會是一些美國的團隊幫我們做的事 其實沒有 因為今年的市道 不是 應該說整個市場的氣氛 我都覺得是 即連我自己都覺得 好像需要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今年其實和外面的音樂人合作 的機會都會多些 其實學一下東西 我會做一個學一下東西的心態 因為 世界很大 當你越懂得東西多 你就發現自己其實不懂東西 是的 真的 是啊 其實我們今次都 閉關了一段時間 還有這段時間 都是排舞 然後練歌 還有今次 因為我們在Vegas 是我 在Adel的場所做 所以都有壓力 一個很grand的很漂亮的 Cesars Palace 一個場 雖然很多年前做過 但都會有壓力 因為我們相隔的時間很短 我們去年是七月 是吧 去年七月又是去 不是 去年又是七月去美國 所以很少可說兩年 去兩次美加 所以我都很開心 很感恩 接下來我八月十七日 會跟著名的演講家余德純博士 我們會有一個關於正向生命的分享 會在西半山的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會有兩場 其實我也隔了一段時間 沒有做報道會 希望通過自己的信仰 生命的分享 鼓勵到多些年青人 這次是我第一次用辯論的形式 跟阿余博士一起講 因為我們上次 大家純粹好像兩個人聊天 但這次也會有些純槍事件 所以大家有時間就進來聽聽福音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